大家好 我是Sharmon姐姐 我是Sky哥哥 我是Money姐姐 今天會用幾條問題 來考考大家對世界上不同的事物或事件的認知 馬上說說怎麼玩 你們每組會派一位隊員到魚池旁邊 我就會問你們幾條問題 每條問題都有三個選擇 分別有三文魚壽司 玉子壽司 和蝦壽司 聽到問題之後 每組就要商量正確的答案 在魚池旁邊的組員 就用你們手上的魚缸釣回雙型的壽司上來 之後就要把壽司放在你們所選的火車上面 之後就看看哪一個火車最快到終點了 表現好的話還有機會 波波池羅呢 是嗎 歡迎你們 不如你們先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張佩芝 Dorothy 今年七歲 大家好 我是張浩欣 英文名是Kylie 今年八歲 我是林崇軒 今年八歲 我英文名叫Marcus 大家好 我叫… 林俊彥 我英文名叫Marvid 我今年六歲 歡迎大家 大家準備好一起認識新的知識味 準備好… 小朋友 夏天很熱很熱的時候 你們會做什麼 油水 油水 你呢? 我會吃薯條 我小時候都會這樣, 你們呢? 你呢? 我會在家裡涼冷氣 你呢? 我會吃西瓜 大家都有不同的消暑方法 你們覺得動物會怎樣消暑呢? 我會在河裡游泳 在河裡游泳 在河裡游泳 你們呢? 覺得動物會怎樣消暑呢? 在樹蔭裡頭涼 對, 也是一個好方法 對, 你們的方法挺好 不如這樣吧 今天考考你們以下的小知識吧 好, 我們現在派一位隊員 去魚池旁邊 好, 現在立刻問問題 這條問題是問 蝴蝶會躲在什麼地方 避免陽光直射呢? 三文軟壽司代表 水底 玉子壽司代表 樹葉底 蝦壽司代表 地底 好, 大家一起想想 想好的話就… 請選擇 可以開始了 你們要叫答案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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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嗎? 好, 走吧 不要緊 很快就選了答案 好, 走吧 小心 放進去 可以回來了 好, 出發 我選了一樣的答案 沒錯 太好了 Boni姐姐這邊是快一點的 為什麼你們會選樹葉底? 因為在水裡, 蝴蝶會浸死 然後蝴蝶不能進去地底 然後樹葉可以在高空 然後可以遮蓋他們的陰涼 這個道理 對, 你們這邊, 加油 樹葉底是在空中 還有陰影 所以蝴蝶可以飛在後面 對, 好像整天在樹葉底 都會看到蝴蝶 看看大家是否正確 三方題 玉子壽司… 玉子壽司… 太好了 好, 這條問題是問 以下哪一種動物 會煽動自己的耳朵 令自己身體涼快一點呢 三文魚壽司代表 樹紅 玉子壽司代表 長頸鹿 而蝦壽司代表 非洲象 大家一起想想想 想好的話就是 請選擇 我們開始了 是甚麼 蝦壽司 要告訴牠 蝦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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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想細細聲說 原來不想讓隔壁人聽到 好 牠聽到了 你可以回去等牠 牠會加油 好 好 來 好 出發 有活力 好 這次是Sky哥哥這邊快一點 為什麼你們會選擇 非洲象 因為非洲象的耳朵很大 所以牠是撥風 對 好 你們這邊也是選擇非洲象 因為… 非洲象很熱 所以非洲象就要煽動的耳朵散熱 不知道大家合不合呢 答案題 是 蝦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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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好 這條問題是問蜥蜴會改變自己身體的什麼來適應溫度呢 三文軟壽司代表 顏色 玉子壽司代表 長短 而蝦壽司代表 柔軟度 好 大家動動腦壽司 一起想想 想好的話就請選擇 可以開始了 你覺得是什麼 是這個嗎 柔軟度 柔軟度是什麼 柔軟度是蝦壽司 小心 對 大家知道 好 出發 選同一個答案 我也是 好 出發 好 這次你對Sky哥哥這邊快點 為什麼你們會選柔軟度呢 因為蜥蜴 柔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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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你們呢 因為它們可以變硬 然後燙熱時 他們不用太熱 變硬就可以抵抗高溫 對 你知道是否合適還是一起合適 答案是 是嗎? 壽司… 正確答案是三文魚壽司的顏色 好, 以下的問題是問 以下哪種動物浸在水上會降溫? 三文魚壽司代表螞蟻 玉子壽司代表貓 蝦壽司代表野豬 家裡的小朋友一起想想 我們請選擇 可以開始了 蛤, 這裡有… 快點 你呢? 你說是什麼? 快點, 跳吧 走… 小心 跑… 很激, 緊張, 何哥看 很緊張 開始了 太棒了 很激烈 太棒了 太棒了, 這次是Bonnie姐姐 這邊比較快 為什麼你們會選擇野豬? 因為螞蟻會浸死 還有貓不喜歡水 所以我覺得就是野豬 排除吧 是 你們呢? 因為我覺得野豬喜歡游泳 野豬長泳 好, 我們一起看看他們是否正確 大江泰 是什麼? 是什麼呢? 哈手師… 太棒了… 哈手師, 適合了 好, 大家都表演得很好 所以我們就去波波池選禮物 大家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我們就… Hands up and go 選了很多禮物 開心嗎? 開心… 原來是否喜歡的禮物 喜歡… 好, 那我們回去吧, 走吧 好開心… 對… 原來動物懂得這麼多 不同的消暑方法 各位小朋友 你們覺得動物聰明嗎? 聰明… 不如我們一起了解一下 多些不同動物的消暑方法吧 生活在大自然的動物 原來有很多方法消暑的 就像小狗一樣 牠們會不停喘氣 新條舌頭出來 或者趴在這裡消暑降溫 至於蝴蝶, 牠們就很厲害 因為牠們懂得躲在樹葉底下 去減少被太陽曬傷 至於非洲的大象 牠們就更厲害了 因為牠們會動動牠們大大的耳朵 就像撥風扇那樣為自己撥涼 聽說可以降溫到大約攝氏5度 很多小朋友都應該知道 蜥蜴是會變色的 但原來有些蜥蜴 預熱的時候會變得淺色一點 牠們就可以吸收一些熱能 令自己的體溫沒那麼熱 至於蝶豬, 牠們就像水牛 就可以浸水降溫 咦, 那就像人類那樣 大家很熱的時候 記得浸一下水, 玩一下水 去消暑啦 噢… 動物懂得這麼多不同的消暑方法 真的不說也不知道 是呀 如果家裡的小朋友都想上來玩的話 就快點掃描這個二維碼報名吧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United 拜拜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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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have a nice day with lov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have a nice day with love